今天这个路不好 一天倒了两次车 每次自己就抬不起来 因为东西太多了 只能靠路边的人帮我忙 出发了 昨天住在林叶管护站的 30块钱的床位 今天240公里到年薄叶州 出发了 看我变得小变 变得一晚上哦 这是我的早餐 吃了出发 做点清菜 还有那个烫的料包 今天把两只鸡绑在最后面了 昨天绑到前面 我一甩甩的太重了 出发 我一甩甩的太重了 今天就切好了 我一甩甩的太重了 所以我会保护了 我一甩甩的太重了 这个顶不免子 我再帮我一甩甩的太重了 我一甩甩的太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这边有好多的饲料 里面碰了都是饲料 美丽现在走了这条地图上显示很不好的路 但是我看这个路还是挺好的 就是没有车没有人 这个路虽然好但是特别颠 应该是它不是很平的那种 这个烂路爬上来了 15的20的树都爬上来了 每次摔跤就是右脚都压到了 我感觉是右脚反应慢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摔 都是压了右脚 今天又把右脚压到了 然后是拔了好久才拔出来 现在东西带的实在是太重了 只能找路边上的人帮忙 帮我抬下车子 所有的行李全部倒完了 就这个破路摔了 哎呦这个镜子摔了 这个镜子摔得我伸上来了 鞋子没拔出来 你看我拔了多久才把脚拔出来 所以鞋子还是要大一点 刚刚这个坑坑 妈呀这荒芜人厌的 真的我走了这一路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能看到一个车 这咋弄起来 是这个镜子划的了 鞋子没拔出来 把脚拔出来 你看我拔成这个样子 才能把我的脚拔出来 这也没得人 先自己弄吧 在路上碰到一个车 然后他们把我车子扶起来 所有的行李都倒了 刚刚收拾打包好 又准备出发了 我太佩服我自己 我太能扛摔了 因为我的脚其实的话一直就是痛得不得了 每次压的都是我右脚 每次往左边倒 今天是往右边倒了 往右边倒了以后 还是压的我右脚 就是说明我这个右脚反应能力特别慢 每次压的都是我这只脚 这样拔了多久才把那个脚拔出来了 但是今天比较远 继续前行 摔坏了 往右边的时候 就是扭不过去 过去找个车子看一下 不知道哪里摔坏了 反正往右转的时候 感觉有点失明了感觉 今天的第二次摔跤 天哪 这又掉了一个坑里面去了 我们都帮忙才弄起来 行李真的是没绑好 所有的行李全部又掉了 又重新绑 又摔跤了这个大坑 现在又绑好了 每次这个包都掉下去 主要是这个包太重了 现在把这个机油这样好挖着了 风干 他们说后面的路都不好 太难了今天240公里 后面都是这种路了 全部都是右边在修 左边都没有修 真别烂的 这个好臭啊 这是摔的时候 那个包弄在上面化了 全是跑起来就是一股味道 今天都刷了两脚了 现在我看还有85公里 刀加油站 现在只剩了一个油了 哎 又没有油了 不知道路上有没有加油站 71974已经没有油了 刀加油站了 51 一般的都加不到50块钱 除非没有油的时候 应该是保险刚下来了 今天那弄摩托车 左右转不动 特别是右边 今天这一天太难骑了 这是被保险刚下摔了 因为保险刚这里摔 拖出来了 今天下雨 给我的鸡包了一层婚纱 因为你那鱼会长蛆的 今天晚上在这里露营 还有这一个木板 车整理一下 这里有厕所有水 挺好的 美丽现在已经到阿巴县城了 然后今天车子有点问题 就是左右方向不好动 主要是因为太重了 又摔了两次 之前就摔坏了 今天准备这个路移 今天跑了200公里 主要是这个路太不好了 全是小道 后面的话摔了两次 后面又没有油了 没有油幸好到了 然后准备这里扎营 我们下头有点咀嚼的 还有一点大小的 我听不过 线的都没有油 都没有油 可以 帮我 说 晚上睡得冷不冷 你晚上用什么 用电吗 没有电吧 没有人在这晚上很冷 然后 然后拉起来 那里我们两个花是开了起来 我们是车上 啊 开牛了 哎呀 这都下雪了吧 对啊 完蛋了 完蛋了 进去了 进去了 我看看外面还有东西没有 哎呦 哎呦 真的下雪了 下雪了 只能在帐篷里面做饭 今天水丢了 一天都没喝一口水 哎呦 这帐篷蛮冷的 你看外面下雪了 晚上吃两个南瓜 两个韵鱼 然后做饭 熟了没有太烫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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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再来吃一锅 青菜 下雪了 每天睡在雪中 看地上下的这个雪 哦 完美 这个车子上也淋了好厚的雪 你看到没有 哎呦 精冰了 妈呀 天我的卡哇伊 看到没有 卡哇伊全是冰 现在下了好多的雪 我的鸡呢 好了 结完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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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